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的练习题 下列所适的变化 属于化学变化的是哪一个 那在玻璃上的喝气会有这个水物 是水蒸气转换成液化成小水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液化 三态的变化都是属于物理变化 蜡烛燃烧是一个强烈的氧化反应 所以这个是化学反应来的 所以答案是B 4E晒干这个是水蒸发 也是一个三态变化 这个是灯泡通电发光发热 这个是很典型 很多学生会觉得说 这个发光发热很像是化学变化 这个因为电是属于物理的部分来的 所以他们把它当作是物理变化 它是一种能量的一个转换 电能转换成光能 所以它也是一种物理变化 第二题具有可燃性的气体呢 单指是哪一个 碳 碳虽然可燃 但是呢 因为它在室温呢 它是固态的 是固态的 所以它就不是气体了 氢气的话呢 是可燃性的气体 所以答案是B 氧气呢 是助燃 氧气的是助燃 甲烷的话呢 它不是单指 它可燃 甲烷可燃 然后它也是气体 但是呢 它是化合物 因为它是CH4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 它考的几个东西 第一可燃 第二气体 第三单指 所以你要三个都符合的话呢 答案是BOY 盐酸的下列性质呢 在水溶液中 电离生成氢离子无关 所以当它跟什么 这个什么氢离子 没有关系的话呢 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酸都有的反应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如果是酸的一个通性的话呢 就应该是跟这个氢离子有关 因为所有的酸呢 都会有这个氢离子 所以呢 就是要看一些 可能是特别在某个酸才有的 可以使氏蕊变红 这个是所有酸都可以 可以跟氢产生 氢气这个是 盐酸跟硫酸都会有 只是酵酸特别不会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通性啦 因为只有一个是特例不会的 然后呢 C盐酸呢 易挥发 这个好像只有 虽然盐酸也是 酵酸也是会挥发 但是这个跟氢离子没有关系 因为只有酵酸跟盐酸会 然后硫酸不会 然后也不是因为它 我不懂怎样解释 反正就是说 这个是挥发性呢 跟它们的这个氢离子是没有关系的 只有这个酵酸跟盐酸呢 特别它会解离出来 它会分 它会有这个分解 然后就形成了这个 气态的氯化氢 可以跟氧化酮反应 生成氯化酮和水 这个呢 是这个酸的一个通性 可以跟金属氧化物反应 可以跟金属氧化物反应 第四题下列各组的混合物 点燃后可能爆炸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氢气跟氧气了 所以一般来讲 要爆炸的话呢 一个呢 要是可燃的 一个是要阻燃的 不然的话呢 就不会爆炸了 所以氢气可燃 但是氮气不阻燃 氢气可燃 但是二氧化碳不阻燃 氧气阻燃 但是二氧化碳不自然 所以答案呢 就会是Donkey OK第五题 下列跟氢气的性质 哪一个不正确 氢气在空气中 燃烧可发出红色火焰 不对啦 是淡然赫色火焰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特性来的 其余的都对 纯净的氢气在空气中 能够安静的燃烧 氢气在困有空气点燃的 可能会爆炸 这个也对 然后在干燥的这个冷烧杯灶 在这个氢气的火焰上 它会有水雾 因为氢气燃烧会形成水蒸气 所以为什么会有水雾的出现 第六题 它是做发射火箭导弹的燃料 是因为用了氢气的可燃性 对吧 然后排水机器法 是因为它难溶于水 然后它作为碳空气球 是因为它比空气来的轻 或者我们 这个好像不是很正确 我们现在学了密度 我们应该要用密度比空气小 对不对 然后焊接或者切割金属 是因为这个氢氧液 温度达到了3000多度C 当然你讲说 这个跟DA有点类似的 对不对 因为它可燃性 可燃性可以燃烧 但是它不代表说 它可以放出很大量的能量 所以这个是更加进阶 那个温度很高 emphasize那个燃烧出来的 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 热能非常高 第七题 鲜蓄电池里面是含有硫酸的 里面是含有硫酸的 所以如果硫酸不剩 倒在这个大理石的地面 会发出紫的声音 因为这个大理石是碳酸钙 碳酸钙呢 就是我们所学的碳酸盐的其中一个 碳酸盐遇到酸的话 会放出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滋滋的声音 还有这个气体 是因为是这个二氧化碳来的 CaCO3加H2SO4 得到CaSO4加上CO2加H2O 大概是这样子了 就这个反应呢 是要记起来的 OK 如图 如图 这个是小烧杯 一号呢 是紫色石锐 二号呢 是浓盐酸 然后呢 请你观察这个一号的这个颜色 片刻过后 你会发现到呢 紫色呢 会变红色 就学生就问了 哎 为什么会变呢 我都没有参过去 你要知道呢 它放的不是浓硫酸 它是浓盐酸 浓盐酸会有挥发性 所以它挥发出这个绿化氢 气体了之后 就会飘过去 飘了过去 溶进去 这个石锐的之后 它就会变成红色 所以如果今天的这个二号 不是放浓盐酸 而是放浓硫酸 会不会颜色会有改变啊 不会啊 所以如果我的题目改一改 我同样的题目拿过来用 但是二号我是装浓硫酸 那答案呢 就会是紫色 OK 所以不要 不要看那个老师出题啊 就是一直照抄 没有啊 有些老师 就是同样题目换一换 所以你自己要 自己要知道说 老师 什么情形会变成 什么情形不会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的 好 简答题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盐酸的用途很广泛 请你写出相关的化学方程式 你们出二下册 第六章呢 已经学了这个化学 化学方程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接下来呢 要一直的练习 不同的化学方程式 怎么写 像这个呢 电镀前 我们要把锡盐酸 清洗这个钢铁 表面的铁锈 所以铁锈这个是F2O3 这个是三价的氧化铁 加上这个HCL呢 就会得到FECL3加H2O 过后呢 配平的话呢 这里加6 这里加2 这里加3 OK 原因是因为O有三个 这样啊 F1有两个嘛 O有三个 F2有两个 所以我这要乘2 这样C1就会有6个 这样我就乘6 O又有三个 我乘3 3 2又会得到6 刚刚好 大概是这样子了 然后呢 锡盐酸呢 它可以清除水垢 水垢呢 主要是CSO3 还有MGOH2 所以这两个呢 你就要写出 它的方程式来 CSO3呢 得 跟盐酸反应呢 就会得到CSO2 加H2O 加CO2 OK 跟刚才那个 很像啦 只是说 刚才这个呢 是HSO4 这个呢 是HCO OK MGOH呢 是减性来的 减来的 只要有OH是减 所以我们第二章呢 会讲减是怎样的一个 模式形成的啦 然后这一边呢 综合反应 这个是属于综合反应 酸加减是综合反应 就会得到MGCL2 得到H2O 两个 这里乘2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怎样辨别三瓶 分别剩有水 吸盐酸跟吸硫酸的 无色液体呢 那 你 当然他没有跟你讲说 要用一个东西 就分辨完 所以 可能 这一边呢 提供的是 首先我放 先放那个石蕊 放石蕊的话呢 酸性的话呢 就会是红色 水的话呢 就会是紫色 所以我点了之后 哦 我知道了 那个水 是哪一个 这个红 两个红色的 我们要再继续的区分 那继续的区分的时候呢 我可以放绿化碑 因为放绿化碑的话呢 吸硫酸呢 会会有 吸硫酸 绿化碑 放吸 吸盐酸呢 就没有沉淀 吸硫酸 就会有沉淀 因为有 BASO4 硫酸碑 硫酸碑是 白色沉淀来的 所以呢 放 绿化碑 硫酸呢 吸硫酸会有 白色沉淀 又或者是 你放 硝酸 盈 对不对 还可以用 硝酸 盈 因为硝酸 盈加进去呢 跟这个 呃 它会 如果是 盐酸 它就会有 AGCL 沉淀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一张呢 很麻烦啊 你要记得啊 头脑要记得很多 什么东西 可以跟什么反应啊 啊 你可以翻下课本啊 上面 我刚才讲的那个啊 这两个是很典型的一个 方程式来的 放 这哪里 啊 这个 这个 H2SO4加BACL2会有BASO4沉淀 啊 还有这个HCL 当然 如果你加 呃 酵酸盈的话呢 就会跟 酵酸盈就会跟 呃 酵酸盈 酵酸盈就会跟 盐酸反应得到 AGCL沉淀 OK 所以如果你用绿化碑 你就要知道说 哦 应该是硫酸 那个会有沉淀呢 如果你用酵酸盈 那你就会看到是 呃 盐酸会有沉淀 啊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最后题 第三题 根据你对盐酸跟硫酸性质的了解 是解释 实验室自取氢气 为什么用 吸硫酸而不用盐酸 啊 刚才我有解释了的 对不对 上面其实讲一讲的部分呢 都有讲了 因为盐酸呢 具有回发性 所以你收集到的这个 呃 轻性呢 是不存的 含有绿化氢气体 啊 可能会有混有绿化氢气体 那除非你在 收集之前 又让他通入 那个 呃 轻氧化那 就是强碱 啊 就是碱性的那个溶液 那他就可以吸收掉那个 呃 吸收掉那个绿化氢 OK 就可以收集到存 呃 比较存的 轻气啦 OK 所以就是你会多一个步骤啦 这样大概是这样子 ו 轻 식